其实也有很多的季品文 现在要开始陆续的对线了 来看到昨天中华队 以11比7击败了意大利队 首胜开张 特别来到了南港中信园区 跟球迷一起观赛的 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就难掩激动的心情 直呼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而很多政坛的政治人物 现在也要对线承诺了 在今天发出了季品文 像是国民党立委江启成 洪孟凯等11位的蓝营名代 将要一起发放了550份的鸡排 还有国民党的立委林维州 中午也在竹北发放了200份的鸡排 而国民党庆功会的总会长 满志刚发放了1000颗的鸡蛋 除了是对线赛前的承诺 也希望用荷包蛋的寓意 来为今天的中华队加油 手拿加油道具 挤动呐喊 台北市长蒋万安化身热血球迷 周晚间来到南港中心远区 观赏WC中华队意大利的比赛 又是跳应员 又是唱战歌 气氛超级嗨 而中华队也不负众望 以11比7击败意大利 非常紧张也很兴奋 有很多行程 但我都会透过手机 其实看整个赛事的进行 那当然随时都是为我们中华队 台湾英雄加油 市长要发季品文吗 季品文 等我们中华队真的晋级好不好 前进东京我一定来 好好的发季品文 虽然奖案的季品文得再等等 但在中华进而首胜开张之后 不少政治人物纷纷送上季品 庆祝胜地 除了国民党地委 林维州 抢在中午之前 发送200份鸡排 包括江启臣 胡孟凯 徐宏廷 张思刚等 11位蓝营民队 也在下午5点50分 在府中捷运站 发送550分鸡排 另外国民党台北市 庆功总会长满志刚 则在下午1点 大方送出1000克的鸡蛋 不只是兑现赛前承诺 更是为下一场 中华队荷兰之战 集气加油 中华队就是会赢啊 所以我们就请他立刻 把蛋送过来 中华健儿场上拼赛事 穷迷国人则用自己的应援方式 全力集气为英雄加油 华人行为 陈真理事件 庄明县台北新竹报导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 说新闻给你听 中华队荷兰之战